新剧《集到怪咖》进行开镜拜神仪式 监制林志华以及一众演员 包括王浩信 张震朗 赖卫玲 冯盈盈 高海宁 汤仪等 齐齐出席造势 新剧是一部以反黑为题材的喜剧 大玩黑色幽默 王浩信也说这次的角色是一个新挑战 所以事前也做足功课 其实喜剧里面都是一些悲剧人物 所以那个情绪啊各方面 其实起伏还蛮大的 所以这段时间也花很大的脑力 去想很多点子 去怎么样在演出的时候更加准确 希望可以让观众效忠有泪吧 那其实我刚刚听到才知道你们的剧名 《极度怪咖》 对 极度怪咖意思就是 极度就是那个黑帮 就日本的黑帮的意思 完了以后怪咖就是一种怪姐 行为比较奇怪的一种类型的人 这样子 你就是怪姐吗 我就是那个怪咖 对 这个角色里面是他是一个演员 完了以后警察希望我去帮他们查案 就演一个卧底 演一个做一个卧底 完了以后这个卧底呢 就进入黑帮里面呢 是当个大哥 完了以后我就去演这个人 完了以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出现很多有趣的事情吧 Owen和盈盈也是公认非常努力的演员 难得首次和同样好戏的赖卫玲合作 他们也说非常期待 我发梦也想不到我能够跟她做戏吧 因为她的戏真的很好啊 我知道 对 我想跟她学习学习吧 太夸张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也是在学习的阶段 很多东西要进步的 不是我 这时我听就是Matthew和广佩说 你的戏是在女演员中最好的 她常常都跟你学习啊 我常常给钱她的 原来她说好我你知道吗 赖卫玲在剧中周旋在Owen和王浩信之间 还有不少激情戏份 她就说自己是个专业的演员 不用和老公备案 反而是担心最近传出 有心恋情的Owen被人投诉 我怕你还很多女朋友啊 我没有啊 她只有一位现在最近传一个 真的啊 恭喜恭喜恭喜 真的有啊 谢谢 有吗 我也不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她知道 我只是看新闻而已 我工作的时候只看见她很认真 自己一个来自己一个走 汤姨一直专注拍电影 这次相隔12年再次参与电视剧拍摄 她也很期待 不过她和高海宁一样 拍摄时有件事令她们很苦恼 最高难度是对着 江振朗 对啊 她说你她刚刚访问的时候说你 我找到一个笑点比我低的人了 就是汤姨了 其实我跟她一对望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笑了 自己已经想笑了 对啊 所以就这几天就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难度 还有现在是刚刚开始嘛 对 还有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日子去对她 所以就不敢去笑 很有我很明白你的感受 因为在我之前跟她开爱回家的时候 我们也有对手戏 那时候就发现天哪 其实我的笑点也低 她的比我更低 然后大家就掐自己大腿啊 因为会延误了大家的拍摄嘛 所以就只要一开始笑 基本上就忍不住一直会一直笑 所以就去掐大家大腿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找个东西戳她大腿